三号移基下第2章第1节 此后大卫问耶华说 我想由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 耶华说可以大卫说我想哪一个城去呢 耶华说想希伯能去 没错如这几天所说 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那我把杀人放火就可以了 看别人的价值不高就可以了 我当别人是昆虫禽獸就行了 不是的不是以我们的价值观 我说就是就算来到神回来的日子的话 不单止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值一万 就是恶人的价值观是一条只不值 社会的价值观或者国家的价值观 在神的审判的时候 是都要再次重新偏定 因为我想你知道在启述的时候 甚至会有一些个国家 全国的国家去归向主耶稣基督 祂是以什么做价值观 不是以自己的国权做价值观 在神回来最后的几年 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整个国已经临到这个地上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所说的价值观 是比我们自己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 更高标准过我们自己个人的 社会的国家的 圣经里面是真的这样记载的 然后在神的面前 为什么现在我们就会明白 当我们不结的时候 在神的同座会击杀 为什么呢 他不是当我们有人权的吗 对不对 我们要示威了 不是哦 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 阿拉尼阿撒菲拉 这对夫妇 她欺控圣灵的时候 她被击杀了 丈夫被击杀而已 但问题是 跟着太太进来的时候 为什么比特仍然容许她被击杀呢 仍然说她欺控圣灵呢 比特你不尊重人权 明白吗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 用这种眼界 去看圣经的话 我们一生都只是一个恶日 我们会看不明白的东西 或者我们不信意的东西 我们就会贬低 或者我们会窃慢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爱神的人 那我们就拥有智慧 因为经的事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我们会理解 原来根本我们在讲的现实 我们在讲这个人生角色扮演的游戏 其实一直是以这个标准去运行 我们在讲的 真的我们身边有些人 很轻易就离世 我们在讲的一些国家 他们成千上万的人 就好像蝗虫 就好像一些不值钱的一些昆虫一样 这样死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实 但只不过一直有人去解释到 而甚至有些人用这样的解释 说世界上没有神 反过来不是 我们所讲的这个世界 正是以这个价值观 运转了千百年 而事实上在最后七年的时候 这个运转还比我们觉得惊人 而事实上去到这里 当我们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就会理解大卫 为什么这么得天独厚 他不是在世上 用他自己的方法去争取什么 但问题你发觉 当他依靠神的时候 每一样东西都为他发生 我们看到神有什么回应他 神有回应他 我们看到他还能做到这个皇帝 他能做到这个皇帝 而事实上这个秘密 就记载在这一段经文 为什么我用了这段经文 去说这一样东西呢 因为神回答大卫的时候 回答他一句说话 神叫他上希伯伦 希伯伦这个字 就是说出大卫这个优责 这个字就是什么 就是双交的意思 同盟的意思 这个字其实是strong number 2275 这个字来的 希伯伦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同神去联盟的 我们是以神的价值观 成为我们的价值观的 通常我们知道 两个的国家去联盟的话 他们就会有共同的敌人 共同关于生命 或者国权国度的 这个价值观 无论之前可能是 完全不同两个角度也好 原来神去回答大卫的时候 叫大卫上希伯伦 其实这个告诉我们 一样东西 就是大卫的人生 甚至他将来作王 在这一刻转略点的时候 他和神联盟了 我们就在上两章 我们在整个月前 我们才看到大卫 他自己用自己的价值观 差点他连去自己的妻儿子女 都没有了 是不是 不是他的妻儿子女 不值钱 没有价值 但是问题 我们看到了 原来离开了神的价值观的话 在永恒里面我们都是不值钱的 我相信现在 你就会明白一件很惊人的事件 一件什么惊人的事件呢 这件惊人的事件呢 其实就记载在 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4节 这个是 直成会让很多人 如果不懂得拿这个价值观的话 他觉得神好像精神分裂 神做了些事 好像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因为原来在出埃及记第2章 第3章第4章 就说到神 可以说辛辛苦苦去说服摩西 去大以色列出埃及 但是就去到第4章第24节 就说神在路上遇见摩西 就要杀了他 哼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刚才说呼召他 你看看第24节 摩西在路上 住宿的地方耶华遇见他 想要杀他 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 他儿子的羊皮 丢在摩西的传说 你真是我的血浪了 这件事才放了他 西波拉说 你因割礼就是血浪了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就曾经分享过 就是原来摩西 他没有不碰他老婆 因为他是以色人 其实每个小孩一出生 就应该八天行割礼 但是他老婆 拖持这件事 不做 而事实上 当神去呼召摩西 去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走在路上的时候 神是因为摩西 不肯接受这个价值观 他差点在神的面前 变成一条虫 立即被击杀 明白吗 在神的眼中 我们的价值呢 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王者 还是我们是一只畜生 或者禽獸 可以随时被击杀呢 而当时西波拉 就在这件事当中 看到这个情况 他立即知道是什么事 他立即就将 这个的 他的儿子 行割礼 然后还骂摩西 就是你害了我 因为你看到 他就算看这些时候 行割礼 他都是不情愿的 摩西的老婆 但是你会看到 摩西在关于信仰的价值观 和神不同的时候 神可以说什么 神可以说杀了他的 神可以看他一何字都不值 明白吗 现在我们就明白 大卫在他的家人当中 为什么之前的故事 他差不多 什么都没有了 但当时在琼文神 什么都有了 因为原来 当我们懂得 他听神的声音 而又遵行的话 我们愿意 以神的价值观 和真理去带领我们的话 我们在神的面前 永恒的价值观 是提升的 但是当我们永恒的价值观 提升的话 我们在世上 神就会将各样的美物 各样的祝福 各样的带领 去给我们 所以看到大卫在这里 可以说成为 上两章圣经 或者上一卷圣经 撒母义记上 最后的两章圣经 大卫所经历的事情 是一个相反 在那里 大卫是用自己的主观 用自己的方向 去走 但是他差点 可以说 他自己被人 用石油扔死 那些人还是他身边的领袖 他自己的妻儿子女 就被人捉了 但是在这里 你发觉 他是完全相反 他的价值是被提升 他的价值被提升 不是因为他在这个地上 他在社会上 争取到什么角色 而是他在神的面前 他得到这个原则 他接受神的价值观 他是用同样的方法去过他的人生 而其中一样最能够帮到他 就是他这个价值提升的时候 在神的面前看他 在王者的时候 他去求问神 神会应允他 神会回答他 而当他愿意去求问神的时候 神就给了这个奇妙的回答给他 就告诉他要去希伯伦 就如我所说 希伯伦就代表了联盟 希伯伦就代表了他和神 是有同等的价值观 而并且他和神是有同样的方向 而事实上 但是在之前 他离开神的价值观的时候 他带到身边的人 但是现在 他走回神的价值观的时候 他都是带到他身边的人 三个义记下第二章 第一节 此后 大卫问耶和华说 我想又大的一个乘去可以吗 耶和华说可以 大卫说我想哪一个乘去 耶和华说想希伯伦去 金德恩主光照耐心 不会善致恐惧 不会善致恐惧 要我说神愿要审判 全显出公正 要随罪 这世界遭审判废 这世界遭审判废 我最应许 始终不会废去 我心甘警醒 仰望神应许 感中光輝的志向 卑調逐塵乖淚 上帝都永遠可依靠 神卻能永興智慧 而我決以往永生路 邁去